嗨小朋友做好了,媽媽來講故事囉 我們今天要來講這本71隻小羊踢足球 71隻小羊踢足球,足球怎麼會踢? 你知道足球一隊要幾個人? 我知道 幾個人? 忘記了 那妳還說妳知道 妳知道足球的遊戲規則嗎? 知道 知道 那妳知道 觸手就12嘛 真的 那到底一隊 到底幾個人? 這都富貴險中求的故事 小朋友不要學習 真的嗎? 好啦,我們開始 當小羊們注意到 他們步多步小 剛好是71隻 小心一點 小羊們準備好了 他們要幹嘛 35隻在這邊 35隻在那邊 裁判在中間 這樣剛好是71隻 比賽開始囉 一隊35個會不會太多 可是過沒有多久 怎麼辦? 球跑到上面了 跑到樹上了怎麼辦? 女孩我都說富貴行中求吧 小朋友 球在樹上面怎麼辦?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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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妳說 我知道 妳只 妳只要找 妳去買一套 豪子的裝扮 吹在你層上 等到妳的手 蛤蟆功夫爬上去 好啦,長大了齁 開始再講一些有的沒有的 來 小羊們呢 試著呢 想要把球弄下來 他們試著 一個又一個的方法 他們是丟石頭 還是撞樹 球有沒有下來 沒有 再試一個方法 唉唷 丟石頭 越丟越高 再換一個方法 他們竟然想要丟一隻羊上去耶 結果怎麼樣 欸? 真的耶 球弄下來了 看起來比賽可以繼續開始 感覺怪怪的 是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來看看 啊? 可是 可能還不行喔 這隻羊被丟上去 它下不來了 怎麼辦? 他們又再試了其他方法 可以對著羊丟石頭嗎? 這隻羊啊 嚇得比比賽 怎麼辦? 等一下 人來了喔 有點可怕 有點可怕 是人來了 真的有點可怕 怎麼辦? 哇 還好 狼走掉了 71隻小羊 怎麼樣 全部爬到樹上 假裝自己是一棵樹 好啦 狼走了 他們看起來比賽可以繼續開始囉 可是可能還不行喔 球為什麼又跑到樹上去了 為什麼這個樹 顏色變了 紅色 剛剛不是有三個顏色嗎 對啊 你看顏色那麼多 好 好啦 為什麼現在樹變成一棵紅色 於是呢 小羊們呢 又再試了一次 他又把一隻羊給丟上去了 但是 狼又來了 影子 很可怕 所以這隻小羊怎麼樣 又跑到樹上去裝書了 結果換什麼 狼嚇到了 喔 怎麼那麼可怕 他在那個月光下面這樣照耀著 看起來很可怕的一棵樹喔 樹撈撈是不是 等一下他們從天亮打到天黑 這球打不完 比賽終於可以繼續囉 欸 這隻球有帶下來了 可是怎麼樣已經晚上了 怎麼辦 晚上還可以踢足球嗎 他們不是要去睡覺了 真的欸 明天吧 他們真的是要睡覺了 所以他們今天到底有沒有打到足球 好像沒有 好啦 這本書怎麼樣 信給我的兒子 馬戴爾 謝謝他教會我 看懂一點點足球 Good Lady 欸 小聲一點啦 抽力蹦蹦蹦這麼大聲的 好啦 這故事說完 這很可愛 這其實一隻小羊在打足球 可是他們好像沒有聞到什麼足球 球一直卡在那個樹上 然後又遇到了兩次了 好啦 各位試試完啦 歇息一隻小羊 他們可以拿一隻 他們 他們可以像骨髒一樣 這一盤卡在樹上 骨髒直接拿石頭丟 有啊 他們剛剛有用石頭丟啊 可是沒有丟成功啊 小心一點 蛤 好痛欸 很痛喔 好啦 各位試試完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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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